那不是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在台灣飛 不然你哪有台灣 我們不只是送 Coffee Tea Over Me 的漂亮空虎 如果飛機啊 它突然是前面有什麼東西 它機煞 它那個衝進去是會飛出去的 把它當在夜店這樣搖啊搖啊搖啊 它開始念經 我是覺得人生就這樣啦 會碰到就會碰到 沒有辦法 不是啊 你再自己好 我們不會坐地上 我會做客人的事 那個熱茶直接就拔到那個茶的那個身上 它是砸到在空前身上 然後有一個東西就是滑過它 喔天啊 突然其中一顆引擎爆炸 它直接被吸出去 它吐了它就把手感捂住 一捂住喔 很捨到 全部旁邊的客人 小朋友在他旁邊 然後上面全部都吐 大家好 我們是 蔡菜姐妹 怎麼樣 我要我最近又回來台灣了 真的好想你喔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跟學者請個安 有茶呢 茶呢 剛剛喝過了 剛剛喝過了 我吃了他的Mr.Donut 這樣怪怪的 不要這樣 你今天這個妝 你先好好講話喔 你一直介紹我的妝 剛剛我跟天山我們先錄了一集 歐美系空姐妝 這是他幫我畫的妝好嗎 畢竟我也不在乎我的外表 我就非常real的給大家看到 那一集強調我們的本質有多好 我們就是今天不管我們跳脫世俗 今天不管什麼妝 我們都是可以把它hold住的 你的影片上面就每個女生 然後都美美的出現 然後把她弄很美 就只有我是長這樣 你也很美學者 禁家我 禁家我 好嗎 台灣最美空姐就是你了 倒不是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在台灣飛 不然你認識我 開玩笑的 Oh my god 今天我們要跟阿菜 我們要聊什麼主題 我們今天要聊就是 你碰過最難忘最可怕的飛行經驗 我覺得真的很可怕耶 還沒講就可怕 我現在想到很可怕 是因為這個妝很可怕吧 可能跟我的妝一樣可怕 那真的很可怕 我自己本身碰過有兩個 我覺得蠻可怕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飛的時候 起飛跟降落其實是最危險的 大家都覺得 喔 起飛跟降落 已經就是在滑行了 大家都覺得說 OK 然後大家一定都會做一個動作就是 馬上解開安全帶 我真的受不了 那很危險耶 很危險 什麼 我有聽到有人說 起飛跟降落的安全檢查嗎 說到安全檢查 我可是專業的呢 別忘了 我們不只是送 Coffee Tea Over Me 的漂亮空鞋 我們啊 更是保護你們在 空中生命安全的 空中小精靈啊 Excuse me Sir 安全帶燈已經亮起囉 請洗好你的安全帶 我沒洗安全帶 我就會飛起來 撞到電話板上面嗎 我沒有洗安全帶 難道我就會飛到飛機 在那邊去嗎 怎麼樣 我就是不想洗安全帶 你想怎麼樣啊 咬我啊 蛤 你 你 我不能揍你 但是 我可以摔手機吧 不用擔心 因為我使用的是 Castify 全新升級的 終極防摔手機殼 採用獨家專利 Ecoshock 防護科技 打造出 Castify 史上最強防摔手機殼 通過6.5公尺防摔測試 有效吸收高達95%手機摔弱時 所受到的衝擊力 具6倍軍規及防摔標準 以吊橋為設計靈感來源 四邊彈力保護角 加入抗壓壘和空氣槍設計 有效承受強大的衝擊力 吸收手機掉落時造成直接傷害 X型強化背板硬度提升 符合人體工學 好握好拿 並加高上機環保護鏡頭 加高邊框保護螢幕 選用Feedlock 20 持扣和旋轉環扣 快速拆卸及承受強大的拉力 背帶配備5個多用途掛點 可將AirPods和鑰匙等隨身小物 掛在背帶上 而且背帶適用於大部分的手機殼 現在只要使用影片資訊欄裡的連結 可享用85折優惠哦 你的生活也充滿著奧客嗎? 也想要摔手機嗎? 記得先買Castify終極防摔手機殼 再跟我一起去摔摔吧! Oopsie! 嗯...我可以摔的... Yeah! 當然它這個滑行真的沒有到非常的晃 但是因為當今天一個人解開安全帶之後 所有人都覺得說可以站起來上廁所 那所有人都會解開站起來上廁所 飛機不就大亂了 而且你知道嗎?你解開安全帶 你解開那個安全帶齁 是不是因為裝害你變成這樣子 有一點 如果飛機啊它突然是前面有什麼東西 它吸煞 它那個衝進其實是會飛出去的 其實有 起飛跟降落的時候是最需要專心跟最危險的時候 然後那一次我就是要飛到你的安全飛行高度的時候 我們就是整個晃啊搖的 然後那一次我的位置坐在機尾 因為通常機尾的位置會比機頭更晃 更晃 對 然後它就整個晃啊晃 然後尾就這樣子 有這麼誇張嗎? 一開始我覺得就是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把它當在夜間這樣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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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結果... 但後來就真的很晃 左右晃之後下來就是上下 你那是地震吧? 嗯...不是...是那個亂流 怎麼可能?你飛機很小 整個飛機只有三個機組人員 是小飛機 我跟你講 你看 專業就在這邊 一定是小飛機才會這樣 因為大飛機它可能夠重 它可能夠重 所以它氣流不會影響到太多 那小飛機通常都會比較晃 所以如果你們搭國內飛機的時候 像如果也飛澎湖啊 領導的 那種小飛機都是超晃 因為我坐最後面 然後我聽到最後一排的客人 有一個人他感覺好像是... 要吐了嗎? 不是 他的語言是我聽不懂的語言 他開始念經 大飛舟 不是...對啦 如果今天是亞洲人的話就是念大飛舟嘛 曹瑪熊啦嘎啦拉 我覺得他應該是中東人 因為他好像有戴頭巾 他有開始念消滑 欸 我好像也是大飛舟 不是大飛舟 他就唸我聽不懂的語言就對了 本來我還沒那麼緊張 我感覺到 都是晃花搖 tranquico 這個動作滿熟悉的啦 好怕 就他一念之後讓我變得非常緊張 我就覺得好像真的會發生什麼情一样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在飛機上啊 通常你怕要亂流 我們是空服員的話 我們一定要比別人更冷靜 所以你就會安慰自己說 喔沒什麼啊 就是夜店在搖滾 然後你知道實話永遠不能跟客人講 然後客人有時候很緊張 他會問你 然後你就會跟他說什麼 我們都是專業受過訓練的啊 沒事啊 然後沒事 這只是一點小亂流 或者一般的 但是心裡面其實是 心裡面其實是害怕的 對 我起飛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還是會害怕 雖然不會那麼久 我還是會怕 我是覺得人生就這樣啦 就是看不開 會碰到就會碰到 沒有辦法 尤其是大飛機的時候啊 像你們飛機 我記得 不是有幾個位置是要面對客人的嗎 對 我跟你講那個客人就一定會看你們的臉的反應 對 來確定說這個到底是安不安全的 裝鎮定還是怎樣 就開始搖搖搖 然後就為了就是不要讓人家就是 怎樣就這樣 Woo Woo Come on Woo That's this 對對對 然後客人就覺得意外的輕鬆 Oh yeah It's fine It's okay 但其實就是很危險 給我腳下 安全在視野好 碰到的第二個我覺得蠻可怕的故事 這個是真的有發生意外 過了安全高度之後 你可以把安全帶解開來嘛 但是其實有時候會有突然的那一種 就是連機長他們也沒辦法 預 預知 雷達也沒有 對 他就突然這樣晃一下 然後那一次就是發生在 我們在送飲料的過程中 我們已經在走道上 機長其實他有說 請空服人員馬上坐下 如果你是在送飲料的過程中 通常都是你要把車馬上lock住 然後如果有位置可以坐 你就馬上坐下來 但是沒有的話你就馬上碰壁直接坐地板 坐地板 對 因為就是太危險了 你們lock在哪裡 我們就是把車 因為你一定在走道上面 直接走道lock 對 把它推住 要一個couset就把它鎖住 我們要鎖住 但是我們 我們公司是教我們一定要碰壁鎖住 對 就貼牆碰壁鎖住 你就是要把它斜的 然後要碰 兩邊要碰到的東西 把它困定住 那一樣 碰壁鎖是什麼意思 就是譬如說 你的車在這邊 碰壁鎖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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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在這邊 它不能在 就是這麼的空曠的地方 你一定要把它拉到 譬如說 有貼牆的地方 然後把它鎖住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不會坐地上 我們不會坐地上喔 我會坐客人的身上 唉唷 真的啦 妳在 這是妳的 我沒有亂講 妳的房本吧 我們training 是這樣講的 那妳會不會就是今天 只是很輕微的 然後妳就把它鎖住 然後就直接坐客人的 不管哪一種等級 妳就坐客人的大垂上 沒有 妳有 沒有 她說只要妳有危險 然後她是一個很大的 妳要怎麼說嗎 我們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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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跟客人講 沒有沒有 妳亂臉很大 坐上去 她要吸安全帶 對 妳沒有安全帶 吃下去 沒有 然後妳要告訴她 hold me tight 真的這樣 那妳在戀愛吧 她就是這樣緊緊抱住妳 妳知道嗎 不是 我是講真的 是偶像志耶 我是講真的 好浪漫喔 坐上去妳就跟她講說 請抓緊 請抓緊我 就是hold me tight 然後她就說好 然後就可以談戀愛 我也不知道她會不會講好啦 好啦 所以她就是要這樣抱住我 第二個故事就是 那一天我們就是 在送飲料的過程 然後機長他 他其實有講 他說 前空間馬上立刻坐下 我們就是已經 他真的已經來不及 我們就一開始突然的晃 然後我們上面會有放那個飲料嗎 一個 insert 我們是放杯子跟吸管那些 那些配件 然後另外一個是放那個 熱水跟熱茶 咖啡 然後後來他就整個突然一晃 我的天 我的天 我跟你講旁邊 剛好 而且剛好旁邊坐小孩子 小孩坐走道 然後那個飲料那個熱茶 直接就倒到那個沙拉的那個身上 直接倒 因為那個熱茶 它的那個蓋子是可以鎖的嘛 對 你只要一鎖的話 它水是流不出來的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在進行服務當中 所以那個那個鎖是已經 直接倒就可以倒出來的 然後就一倒 然後那個熱水直接灑在那個沙拉身上 而且那是很燙的 很燙 非常燙 我們是直接燒開 它是用那個咖啡機 然後直接燒開 它是滾燙 對 所以我們才倒進去的 然後小孩就是大尖叫 一定大尖叫啊 然後那個爸爸就問說 他說是熱水嗎 我說是熱水 爸爸就趕快就先把他衣服先脫掉 衣服是熱的 他會吸 把那個水吸在那個身上 我們第一件事情 就先把他那個衣服先脫掉 然後我們就拿那個 冷的那個毛巾 給他讓他冰一下這樣子 可是你們前面都沒有覺得 有一點點的搖晃嗎 還是怎樣 我記得沒有 你說完全沒有 然後就很一點點 對 對 就是那一種的 因為像我們啊 如果是有一點點的那種搖晃 我們幾乎就是直接就是 都回去 就回去了 我們不會出任何的熱影 就我們都回去 他如果是一點點的 Turbulence的話 我們也是都回去 我講一個是 我也是在飛的時候 然後呢 也是碰到同樣的狀況 他說可以鎖好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那一個碰到的 他是Clear Turbulence 你完全沒有 就突然雷達上面都找不到 然後呢 你就推車出去 你就在Surf射到一半 嗯 你可能會覺得 欸有一點點微晃 或怎麼樣 他是上下的 所以 他很大 他是突然 他有的是像大怒神一樣喔 他不是說這樣這樣 他是突然 碰然後就往下Drop 所以所有東西都往上飛 你就會看到你的Drop 直接 往天上飛再下來 所以他 他基本上就算是鎖住的 砸在你的頭上 掉下來砸在你的頭上 所以今天就算他鎖住了 但他掉下來 還是會打到你 還是會受傷 我這邊再講一個Case好了 就是 我剛進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聽過 有一個東南亞航空公司 他們家非常難考 嗯 我知道哪一家 然後 然後 會穿拖鞋 對 而且他們的訓練好像六個月 對 就非常非常難考 他們家有一個空姐很漂亮 真的要考考他們家 你的整個身高 長相 都是要超級選過的 我們家就是選一個 Personality 我們家是掌求就是 人能夠有機會 就是 誰來考都有機會 那一天他要去飛了 結果一樣 就是Clear Turbulus 你知道這個東西有多可怕 所以你們在飛機上 沒事就真的系好安全帶 他是完全無預警的 結果他們也在出餐 然後呢 他也是一個大故事 重點是他有上下 他就先 先下 然後再蹦上去 你知道那個Case很重嗎 對 有多重喔 我記得好像200斤嗎 嗯 差不多吧 我們退的那個車是 很重 它全部都是鐵的 對 那個車也飛起來 所以他撞到上面再下來 然後那個空姐跟著撞到上面再下來 然後 重點是 他是砸到在空姐身上 然後有一個東西就是滑過他 天啊 他的臉直接 直接 毀容嗎 他直接毀容 他直接毀容 好可怕 然後重點是毀容之後 公司之後就辭退他了 所以 你是說不是他自己要退休 是公司叫他走 就是對 我不知道他透明有給什麼Benefit 但是怎麼樣 這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 公司不希望他繼續待在這個公司 對對對 我聽過就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training就是那些 我們就星際去菜鳥 對啊 然後我們不是有Malcop嗎 對 就是會練習 就是很多那種假的飛機 他在training的時候就要告訴我們說 你飛 你Termicor是一個多麼可怕跟嚴重的事情 然後他就講這個故事給我們聽 給大家 我們直接嚇傻啊 他就直接毀容 他這邊直接 哥哥去 那我覺得公司還把他就是希望他不要再飛 這個我覺得也是 這一點我必須要講 那就是另外一個體外話了吧 這一點我必須要講 我們公司其實是蠻平等的 就是今天不管 你們超平等的啊 今天不管你的長相 或是你的年紀 或是你的年齡 或是你的性別取向 或是你的打扮 打扮當然是不能太誇張 他還是有一個基本的 這個裝呢可能就是要稍微再想一下 只要是符合公司他的要求的話 你的外在的條件是他們是不堪的啦 這是蠻公平的 我們要再次的強調 安全帶有多重 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在溫町飛上去 我裝了就把它解開來 Southwest美國的一個航空公司 之前發生一個非常嚴重的意外就是 已經起飛過後 你到達了安全飛行的高度 他坐在窗戶旁邊 然後他的位置剛好是在引擎的 就是那個翅膀 翅膀他其實這邊會有幾顆引擎 不是一毛 是引擎 它有位置就在窗戶 然後他的位置就是在窗戶的引擎 機翼的那邊 突然其中一顆引擎爆炸 Oh my 那個引擎爆炸之後 然後就把它的那個玻璃窗戶震碎了 他直接被吸出去 直接被吸出去 然後他沒有吸安全帶 但是因為他那個窗戶其實蠻小的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一下子整個被吸出去 但是他還是被 有一些地方被吸出去 就在中間位置那個人就把他抓住他 好可怕喔 When one of its two engines exploded mid flight shrapnel from the explosion shatter the plane window The Chicago Tribune reports the sudden decompression the cabin caused passenger Jennifer Reardon to be partially pulled through the window 我跟你講這是新聞大家去查一定會有 然後機長開始上高度 上高度之後 但是他就還是被 因為那個力量太長大 他們就是一直抓不住 那就是HomingTie啊 就是這樣子嗎 最後他們有安全的降落 然後那個人其實因為他在外面承受那個壓力跟那個溫度 因為很冷 所以他後來其實好像有截肢還是什麼 真的 超可怕的 欸我覺得那個爆炸然後把你那個玻璃震破 那個是很扯 天啊 所以這是再次強調安全帶真的要吸 真的好可怕喔 我自己也有飛一次 我也覺得是 喔你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親身的 因為那一次也是Turbulence 重點是他沒有那麼強 只是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強 當你就是越來越 越來越越越來越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心裡產生一個想法就是 他等一下會不會 一下就給我大怒聲 因為你有時候飛過可能是雷電雨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心裡想說會不會快過會不會快過 然後你突然就覺得他越要越大 越要越大 我覺得讓你最害怕也是客人 就是你客人開始臉色就是有點變 然後又很緊張的就抓住旁邊 或者有人開始哭的 然後抓著你說 這個是怎麼我們出事了嗎 你心理壓力其實是超大耶 因為他們越問你就越緊張 我就越緊張 我問還不緊張 對然後我又要裝鎮定 那時候呢 我們剛好是沒有再出餐了還算幸運 就他搖到我第一次搖這麼大 這在搖到是我的人是站不穩的 然後我隨時隨地就是會 一直站起來就摔到地上 那不是再演八天蛋 哎呀 這跑跑就給他 你還在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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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是這種 是真的 你一站起來然後就摔 一站起來就摔 重點是你又不能讓客人看到就是 你一直摔很可怕 可是你就是沒辦法 你一站起來你就是重心不穩 但是目前沒有站起來 不是因為我要走回我的cruise 我要從廁所邊走回去做我的cruise 然後走不到 終於走到我的cruise上面 結果他一個晃 你知道我第一次抓著我的cruise 我是人就是坐在地板上然後抓著 這是我的椅子我抓著他 然後我下面是這樣 在跳breaking 你知道嗎 整個靈心 地心引力太強 欸怎麼唱 地心引力抓不住我 陰浪太強 無法會掉到地上 快撞到地上 你好爛喔 Anyway 我就整個地心 就是我整個飛起來一點點 抓不住你 然後我就嚇傻 我就趕快坐到椅子上 然後把它就是 安全在扣號 然後拉到最近 我想乘客就一直在看你的好戲吧 就是他們就這樣 嗯 那慌了什麼時候 要不要跌倒啊 沒有他們自己也很慌 他們自己也很慌 然後慌到就是想吐 也不然我吐都在吐在窗戶上 欸那你有碰過客人吐的時候嗎 當然有啊 你降落之後 然後門打開之後 然後不是要等很久嗎 因為打到客人拿行李什麼的 然後都摸摸心摸摸 對 我那一次是我碰過 乘客最快下飛機的一次 有吐嗎 對 他知道他要吐了 所以他就趕快要衝到那個 後面的廁所 門一開 安全帶會解開來 然後大家都會站在走道上面 其實他很難走過來 所以他過不來 就是他一定要吐 後來他忍不住 他吐了他就把他手這樣摸住 一摸住 我很捨到 全部旁邊的客人 然後我記得還有一個小孩子 就是小朋友在他旁邊 然後上面全部都吐吐 然後大家就整個 嚇到就是超快的 然後趕快跑出去 因為實在太臭了 超可怕的 然後對 那一次是我看過的 最快下飛機的一次 唉唷 我天啊 我覺得特別的人 其實真的是可以講蠻多的 然後飛機上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是 胡瓜八門 比如說吐在那種窗戶上啊 窗戶 他就是看窗戶 覺得可以吐到外面去 然後就吐去去了 還是他跟那個 我那個乘客一樣 就是把它擠 然後就是盤塞在窗戶上面 我覺得我們不停止這個話題 OK 就到這邊囉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給我們留言按讚 然後share出去給大家的朋友 沒錯 然後大家記得去看我在天才那邊 就是把它變 變成歐美 歐美妝的過程 大家記得去看 那我們是 讚太姐妹 下次見囉 掰掰 那Tuberance真的是嚇嚇啦 還給我手機好安全帶 真的 我整套都都 你這麼乖喔 Chan還會唸那個 我還會唸 我還會唸佛金嗎 我還會唸佛金嗎 沒有 我會唸佛金耶 他唸佛金耶 你聽得懂嗎 他聽不懂 OK 哎呀